你给我记者 好哦 我给你记者 第一线采访观察 补藏丝大公开 报导写不完的故事 我们说给你听 我作为主要的博文来说 我是赞同政典的 高谈的 一公斤三四十万 这一分比较有可能 大家好 我是欧边 大家好 我是边边 这是一个七股的大地主的声音哦 这段话为我们今天这一集 做了一个很好的破题 他说身为地主啊 他当然非常赞同余电共生 因为租给光电业 一公顷可以赚三四十万 拿去做余温根本不可能啊 那像去年我们就关注到 太阳能光电的投资客 大举到西部沿海地区全体 余电共生变成余电链金术的现象 这次我们记者陈希文进入七股 本来都没有在七股开工的余电共生 最近已经开始有暗场通过审核 陆续抽干余温 然后打装准备上光电板了 对 七股这个地方很特别哦 因为它有四千七百多公顷的余温 大量的余温拿来做余电共生 好像是非常不错啊 听起来是蛮好的啦 而且余温的面积是居全台之冠 超过两千公顷都拿来养文革 是台湾的文革养殖重镇 虽然有超级多的余温 但是地主通常都不用自己养 出租给别人当包租公 包租婆最开心啊 好羡慕哦 那这里的地主结构也相对单纯 常常数百公顷的余温 大多是只有一个地主 这个很方便就是 供电业者要整合圈地买地啊 只要找几个人就好了 不用找一群人嘛 这一次西文他为我们带回来 许多现场受访者的录音哦 我也很好奇他这样走一趟 他有什么观察 欢迎西文跟大家打声招呼 哈喽大家好 西文明明就是一个 跑政党的记者啊 为什么这次会跑到旗鼓 写一套稿子回来呢 因为我对环境议题 其实也一直有在关注 当然虽然我跑政党 但是其实我一直又对 劳工议题啊 移工议题 还有一些社会运动议题都非常的关心 我其实非常重视政策 因为我觉得那才是政治新闻的本质 所以说我也希望去透过地方的观察 还有采访去了解一些中央的政策 还有他们进行的状态 而不是只是在台北 用台北的观点去看这些数字 然后看这些政策的推动这样子 因为很多政策其实从上面下来都是地方去执行的嘛 那真正执行的怎么样 你一定要去现场才看得到啊 那你这一次特别去旗鼓是为什么呢 主要是有一个朋友他在还团啊 我只是在闲聊 他就说他就说他明天要去台南 我说发生什么事情 然后他就说哦因为这个台南旗鼓 余电共生哇圈了好多地哦 然后就说啊真的吗 那你去了解一下 然后回来跟我报告这样 是想去跟你报告 也好了比较方便 先去打探消息这样 对就是有很多这样的好朋友 有时候他们会也是有不同的任务 你只要把他们派出去以后 你就知道你下次要去哪里 就是出外靠朋友采访也靠朋友 那怎么后来你也去了旗鼓 你觉得有什么好去的吗 主要是其实因为朋友跟我讲了之后 当然就有对了这个题目有兴趣 然后就开始做功课 那就发现这个问题其实并不是一个新的议题 而是在17年18年的时候就陆续有这样子的声音出来 然后地方的抗争 可是又觉得为什么这个议题到了现在却 还没有解决吗 应该说特别是当地的居民也害怕 就是说他们去市政府抗争之后 确实这个议题有暂缓下来的迹象 但是随着今年年底的选举即将要展开了 他们很怕说市长做出了这样的承诺 可是过了选举之后有可能会跳票 所以说他们其实我觉得会想要再做这个议题 其实也是因为居民他们的心里非常的担忧 刚才西文提到的抗争 就是因为很多余温都会被圈地变成余电共生的基地 那很多养殖户就想说他会没有工作 或是很担心之后那个地景会变化 所以他们有跟市长抗议过 那前几年争议太大了 所以黄伟哲市长是暂缓执行这些余电共生的基地的 18年19年的抗争之后 其实余电共生在旗鼓等于是一个按下暂停键的状态 但是因为政府有规划了一个算是余电共生的专区 余电共生专区里面有七个暗厂 四个暗厂在旗鼓 虽然因为抗争他们的审查也等于是申请拖延到 但是因为陆续的这些申请又通过了 所以说他们也开始要动工了 余电共生专区比较算是跟政府有做一些合作 算是一个示范区 至少我的理解是这样子 然后业者他们中间的协调者是台眼绿能 台眼绿能来找地啊找业者啊 然后来做这个东西 让其他的非余电共生专区就是说业者自行来全地 今年已经有一个暗厂在开工嘛 对主要是七股三股子段这个部分 这个厂已经在动工了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到那些照片 就是我去拍的时候 它是算是进度非常快的 已经在打桩了 余电共生有两个形态 一个形态是你就是把太阳能板铺在余温上面 那它有一种形态是你要整个余温抽掉 然后你要盖支撑太阳能板的支架 然后呢再把水放回去 然后再把那个太阳能板加在上面 所以说有这两种形态 那日本的话通常是以这种铺盖的形态为主 但是台湾的话通常都是以这种支架型的形态为 架高型的 对对架高型的 像两个差在哪里啊 因为我们这边的气候可能比较剧烈 或者是有常会遇到台风 怕太阳能板飞走 对像那种铺盖型的当然就是听起来就非常的比较脆弱一点 对但是如果是支架型的可能承受力会比较高 这一次去旗鼓几天啊 大概三天两夜左右 其实就是在旗鼓这整个地区绕 雨电共生的大部分都是暂缓的状态 所以说就是这个三谷子段这个暗场 我有去看 看他们现在进度的状态是怎么样 当然也有看到的就是很多的农地 农地发电的部分 很多农地都已经盖起了太阳能板这样子 对因为他们这个部分是没有暂缓的 西文自己有说 你只是在农地共生的预定地旁边拍个照 就有人来关切哦 对因为就是想要拍一些施工的画面 那其实这个画面现在在旗鼓其实是不难拍到 只是说就我们刚好经过 然后我就跟我朋友说 我要下来拍照 然后说好 然后就开始拍照 然后就工人就一直看我 想说你要干嘛 对想说我要干嘛 是不是要来检举我们这样子 对然后我公头就走过来就说 背冲啥 很有礼貌 没有那么神奇 非常礼貌 就是有问说你要干嘛 对然后我就跟他说 我是报社的记者 我来报道这个关于光电的发展 这样子讲得非常委婉 没有讲说什么我们要干嘛 对然后 他就让你拍了 然后我也就是想说 因为其实我们报社拍照 尤其是这种光电这种绿能 其实绿能这个议题在台湾国内算是相当 算是主流嘛所以说好像不会是一件坏事 对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会 所以被关切的时候有点意外 尤其是在民意党政府上台之后其实一直是民意的主流 所以他来关切的时候当然是有一点意外 那我就私底下就问了就问说 哎怎么会这样啊 为什么会来问我 他就说什么 地方的仗力确实是比较大 第一是地主跟渔民 或者是地主跟农民之间的这个利益 有一些紧张关系 譬如说地主可能想要做 可是其实在他成出的农民 或成出的渔民 其实不想做 因为可能会影响到他们的生计 然后再加上 可能旁边的居民也会不开心 因为可能譬如说 以前我们想说工业发展 就是政府来这边全地 然后盖这个工业区 然后请厂商来进驻这样子 但是光电的状态比较不是这个样子 光电有点像是 政府有这样一个政策 然后呢 请厂商自行去寻地去申请 你只要把申请递过来 那政府就会帮你审查 那审查通过了 你就可以自行去做 政府站在很后面 只要收件就好 我觉得政府确实是站在一个 比较被动的状态 回到七谷这个地方 为什么渔电工生在这边这么夯 就像刚才有提到的 这边的渔温比较大 可能云林彰化的状态 可能是他们的渔温是比较零碎的 就是可能东一块西一块 那他要盖太阳光电 他那个整个的效率就非常低 可是在七谷的话 他的渔温是一整片的 而且只要跟一个人谈好 我就会有一大片 主要他的地主结构也相当单纯 整合也相当方便 所以就变成一个业者锁定的一个目标 可是问题是 这当然在自由市场的规则之下 都是完全合法的 没有问题 地主想要做 那业者进来 然后你请我愿 这没有问题 可是问题是 在建立这个光电 快亮能板的时候呢 它会影响到的 并不是那单一的一块地而已 旁边周遭的居民也有可能会认为说 好丑哦 我可能打开窗 我想要看到一大片绿油油的农田 这可能就是我住在这里的 墓地 对 或者是这是我 从小到大就看到的景象 就是我习惯的就是渔温 就是农田 结果没想到现在来了这么多太阳能板 然后还有一个问题是 因为七谷的产业相对单纯 它可能就是农业 养殖渔业 跟观光业 那这也会影响到冲击到七谷的观光 就是说 如果你的地景突然变成都是太阳能板 观光客来都接受 太阳能板 我又不是来看太阳能板 对啊 对 所以说第一刚才讲的就是 渔民跟地主之间的关系 然后再来就是居民跟地主之间的关系 然后再加上业者跟几谷居民渔民的关系 都造成了地方上非常 讲到太阳能板 其实算是一个比较 大家都要选边站的感觉 对对对对 没错 总共台南现在光电的备案的面积呢 有12248.64公顷 所以有这么大 那光是七谷区就有1148公顷 嗯 这样差不多十分之一 对 所以这也引起当地居民的一个不满啦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光电在我们这里 七谷算是台南要执行光电产业的一个重中之重 就对了 可以说算是如果以现在以数量来讲的话 确实是台南市的光电就是非常蓬勃的一个地方 总是说是政府有了这个光电的政策之后 台南市有一点像是照弹全收 就是他们愿意 愿意遵从这个 因为他们的农地最多 渔温最多 而且他们太阳蛮大的 对 特别好用 他们也是这样子啊 但是我有去打听就是说 我不知道是可能我问的那个人可能有一些偏见 还是或者是真实情就是这样 他可能觉得说台南市政府没有一个总体的政策 就中央想做什么 他们就是 就全力配合 对了全力配合 但是没有一个产业规划说我们要做什么 就是希望把台南带上一个什么样的方向 对对对 刚才有听到吗 七股的光电面积达到1148公顷 业者想要升起装太阳能板的数量非常的多 装置容量上看1G瓦 1GW 10亿瓦的发电量 你知道这个大概是多少吗 完全没有概念 因为平常看自己的那个电表 也不知道这个概念到底是多少 对我觉得1GW也好难念 反正GW就是10亿瓦的电量的意思 那换算呢 就等于2025年非合家园光电目标的二十分之一 这样听起来好像是蛮多的 对所以二十分之一的分量都要压在七股嘛 七股的人当然觉得很受不了啊 尤其是文革的养殖户 那这些养殖户是怎么想的呢 我们一起回到七股的现场 西文有访问到三位文革的养殖户哦 我们先来听阿翔的心声 那你对于这样子光电要进来 你有什么想法 这就是一个不可能的事情 反正就是有太阳人 就是没有阿嬷 就少工作 你觉得你在七股还能做什么其他工作吗 在七股 可能就要出去外面了吧 阿翔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他是十九岁 哦好年轻哦 还在读大学 但是就是会回家来帮忙 已经有想要接受家业的这个想法 是的 但刚才阿翔也有提到 如果光电来了 太阳能来了就没文革 是什么意思 他可能就没有办法回乡做事了 这有几个层面啦 因为光电进来之后 业者给的租金其实是相对高昂的 因为业者想要去赚 之后发电的优惠店价 那渔民一公顷 可能是租到三四万元 那业者可以租到三十到四十万元 所以是十倍之差 差很多耶 地主就会想说 那我我为什么要赚三四万 对啊 我可以赚十倍 我就赚十倍啊 我就躺在那边赚就好了 数钞票啊 问题是 问题就来了 那你之后 第一是 这施工可能要一年到两年的时间 就像我们刚才讲到说 要把余温的水抽干 然后要装 打入这些支架 然后再把水放回去 那原本成租的 渔民就会想说 那一两年之后 你还是会租给我吗 就还是我来吗 还是你要自己来 甚至有些业者会说 那养殖也我来 就是我不但要赚发电的钱 我还要赚养殖的钱 对 就不给人家一点获利的机会 所以渔民就会担心 这是第一个层面 第二个层面是 因为它是遮盖率 我记得是四成 渔温的面积上面 有四成的面积的太阳能板 是是是是 但是因为渔温上面 有太阳能板四成 比如说百分之一百的地 然后百分之四十的渔温上面 有太阳能板 百分之六十没有 类似像这样子的一个做法 很多渔民或者是地主的想法就是 我们就把那四十就放弃了 就做太阳能板 然后百分之六十就养鱼 养文革养什么 就是说我们就等于放弃百分之四十的地 那这样子不叫做渔电共生 这样是直接放弃了可以养殖的地方 这叫渔电同生 那叫渔电切割术吧 就是电是电 鱼是鱼 但我们没有要共生 我确实是有听到这样的想法 就是说他们对于共生这个东西有点迟疑 就是说能不能达到共生这个目标 回到刚才那个层面就是说 那你这样子确实产能就是一定会降低 因为你百分之四十可能切去做太阳能了 渔民也不相信他们的鱼或是文革 可以在太阳能光电板底下火吗 鱼应该是可以 但真的文革的部分 他们是比较缺乏的行人 所以他才会说有太阳能板就没有蛤蟆 他的意思就是他们并不相信在太阳能板之下 还可以养文革 那你刚才有提到嘛 他有一个做法是打妆的时候水要抽干 抽干的阶段也不能养鱼 那原本的养殖户要干嘛 就没有工作了吧 对 这疑虑就是说我不知道开发期间我怎么办 然后之后还是不是我来承租 我也没有这个优先权 那政府一直说你有 可是在法律上还是 有一些是口头上的 承诺还是你 对 但是有时候这个口头上承诺真的能算数吗 然后在契约的签订上 他们也没有觉得受到保障 尤其是现在在这个鱼店共生 还有点暧昧不明 这中间有很多居民 渔民跟政府之间的抗争的时候 有些渔温他们可能想做 那也因为这样子就停摆了 可是可能地主那时候已经就叫承租户不要再来了 就空在那吗 有很多停摆的渔温 就是说他们想要做 可是因为这个政策卡在这里 也不知道渔温到底要继续养鱼还是不要养 那要停养多久也不知道 对确实停养多久不知道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说厂商在申请 他可能承诺说 我可能今年就是要动工了 可是因为种种原因 他可能中间申请的过程卡关 或者是怎么样 他没有办法今年动工 就变成那地主无所谓 反正你租地你还是要给钱 但是承租户就会觉得说 你不是今年要动工 我已经预备 可能明年要回来 我怎么来养鱼了 结果不是 结果还没有 对那他是现在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所以说这中间就是有很多焦虑 就不知道自己 还是不是我 那我中间要干嘛 然后鱼电工程都已经建设好了 那我真的还能够维持到 我现在的产量吗 还是我养的温哥可能会死掉 或者怎么样 这其实也是他们会担心的 阿翔本来都是一个即将要回来 青年返乡成功的例子了 可是现在就悬在那边 他也不确定他毕业以后未来的方向 因为他的余温是租的嘛 那我们现在来听听下一个 阿刚的新神 他也是一个青年返乡 接手余温的例子 他不同的是 他的地是自己的 但他还是也有一些担忧 我们来听听看他怎么说 我们现在养殖面积 现在我已经说比较少了 我现在这边剩五甲 五甲多 然后后面那边后来就是 因为地主他们有要想要做 光电的部分 所以我们就切掉了 对对对 我们就分割完成 应该是有打击到 冲击到你 一定有啊 对啊 因为养殖面积变少 当然就是收入会减少 大概减多少呢 应该是有减一半哦 差不多 减一半 那你怎么看这个光电 这个要入场进场这样子 我觉得他可以做 可是就是有一些地区 应该是要保留他 原本比较适合的生态 对啊 因为我觉得这边 其实就主要是在养殖嘛 我们这一块 那我觉得你可以找一些 比较没有用到的地啊 比较荒废的地区整合去盖 然后不要用在我们这些 有在经营养殖这部分的 这一块下去做 我觉得应该是有 有蛮多地方可以做的 不是说一定要做在这里啊 对啊 之前那些地主 开始希望他要做光电 你有想过不再养文革 去做其他事情 毕竟经营了 从我阿公来到到现在 已经五六十年有了 对啊 我是第三代 你说到现在就把这个地方放掉 就不去做这个事业 我觉得也不是很好啊 对啊 因为自己也做得很顺手啊 是是是 所以也没有想说啊 我那时候也来做光点 这样没有想 我没有啊 那时候光点有来说服你说 干脆你们也 也有啊 一开始就有啊 一开始就都有在讲说 就是全部大家都同意 支持一下我们嘛 然后就是还是会 所以尽量想要说服我们的一起 整个让他们同整起来这样啊 阿刚这个例子 听起来是他周边的地主们 都已经决定要做光电了 只剩下他们家一个人 在撑着没有要做光电 还是要养鱼 刚说他第三代嘛 所以他现在是几岁啊 他怎么也愿意回来接受 他是35岁 他看起来好年轻喔 我一直说你大概才30岁吧 那就是在客套吧 没有没有他真的长得 现在的人都这样 他真的长得超年轻的 而且你知道现在大家都要戴口罩 他一戴口罩之后 我就觉得这是一个年轻人 他的那个地状态 其实跟旗鼓其他的余温有点像 地主很多都不是养殖户 或者是不愿意做养殖 所以说他们就把他的地承租给其他人 或者是请某一个承租户 当成一个代理人 帮他们管理 阿刚就是这个代理人 阿刚一开始就在做类似代理的工作 就是说他除了他自己无家的地以外 是他们自己家的 他们也帮旁边周围的地主管理他们的余温 那就是抽成 收获他们最后可以抽 譬如说20%或30% 类似像这样 阿刚本来代理的土地是多大 他在帮附近地主管理人 应该有30甲大 那现在就是因为地主都要拿去种店嘛 所以剩下他自己的地是无甲 那他有提到他的收入因此会砍板 这样对他的印象会非常重大吗 冲击应该蛮大 就是说我说整个收入啦 原本可能预期的收入是比较大 但是因为现在光电的关系 他确实是受在乎之一 应该这么说嘛 确实 那如果周遭的地都拿去种店的话 因为也说了嘛 都会变成太阳能板啦 那剩他们家那一块地养育的话 那个渔业会被旁边的太阳能板影响吗 理论上来讲应该是不会 但是我觉得光电这也蛮有趣的 这是一个蛮新的领域 那它后续会有什么影响 对于生态有什么改变 其实我们各个国家都还在测试中 所以说我觉得大家为什么会对光电 有点不太信任 就是这个原因 就是说他们有一些前面的案例说 它一定会是怎么样 或一定不会是怎么样 就像我们要去参考雨电共生的案例 可能是参考中国和日本 但是以日本来讲的话 他们都是用这种铺盖式的 又跟我们支架式的有点不太一样 所以说他们的案例也不能完全的复制 或者是来当做参考 这就造成地方上 确实也有一些这方面的疑虑 我们前面两位都是 青年养殖户的想法嘛 最后来听听看 这位比较年长的养殖户伯伯 阿沁他是怎么想的 你要进展 你有很多地方可以去参考 而且现在的生态又很豐富 神态黑面皮路 一些椒子都在这里 我们也觉得我们是这样 也很有成熟感的 减少可以吃一些黑面皮路 带动有很多油客 可以来这些 你现在这种生态 生态后 这些蜜蜜就觉得 真没来 强烈对比 我们以前在反对 七亲的时候 可以够拖拖拖 可以永续发展 到这个时候 你现在要做利能 这些蜜蜜就觉得 很没来 对你生计工作有没有影响 影响很大 你现在 太阳人来摄下去 可能我们就没努力了 那是租多大 我做二十多 那你现在那个地主 他也要做绿能吗 他做一部分 我们就买去了 高价就卖出了 卖出了 卖出了他就给你 然后就给你 拖那个利能政策 政府穿下去 他一定会来做的 我听说有很多人 要抗议 可是地主有施压还是 也是有的 因为 我们做三四万 那利能 要做的是四十万 你看 他是要做我们的 还是要做清典 你知道你还可以做多久吗 或者说你地主 什么时候要 不晓得 因为 这种的都在旁边在操作了 基本上是说 我们有跟 建议说 六十一山一山 这些蜜蜜 是不是 这些蜜蜜 这边 要懂的 不要做 但是他都很曖昧 很曖昧 很曖昧 就是说 很多人都已经有 爽疼去 但是这些又不敢做 对 不敢做 不敢做 你年龄 可能 可能也会 现在有很忐忑 就是不知道 还可以做多久 真的不知道 但是如果 那些蜜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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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蜜 他现在也不算监纸蜜蜜蜜蜜 resources 亩蜜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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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蜜� camb 我欧边可以帮我翻译一下吗 希望可以帮我们稍微讲解一下 阿庆刚才主要的想法是什么 就是说他生计有受到影响 目前可能还不是有实质上的影响 但他心底是非常忐忑 他成租的地主也想要来做光点的话 那他怎么办 就遇到刚才我们所讲的所有的疑虑 就是说开发的期间我怎么办 那之后开发完成之后还是我吗 那如果开发完成之后的产能 我还可以维持一样吗 这些问题其实都压在他身上 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就是说因为七谷以前是七清的预定地 就是居民其实已经抗争过一次了 抗争这件事情对当地居民来说并不陌生 阿庆刚才有提到他有去抗争吗 是就是在1993年的时候 这个东地市集团所属的东展新业公司 有提出一个投资计划 那其实就是要来在七谷这个 在这个地方开发青油烈结厂 七清 对 那时候居民就开始抗争 但是我想要讲的意思不是说 绿能跟七清是一样的 只是说他们对当这个产业进驻到 一个地区的时候 如果他没有一个完整的配套 他对居民来说冲击是一样的 就是当初七清来的时候也是说 我们要盖这个碧南工业区 那农地就要转化成工业区 这个渔温也要转化成工业区 然后渔民和农民就说 那我生计怎么办 那我以后还能够工作吗 那怎么办呢 可是你现在光电进来 你说要渔电共生 你说要农电共生 可是他对居民影响也是一样 他对他们冲击是一样 他想说那我怎么办 我以后生计怎么办 我以后他直接盖好了 我还可以做这个工作吗 所以我觉得这个阿庆的无奈 就是说 我以前抗争过一样的东西 现在只是换了一个名称 虽然可能绿能相对来讲 相对于以前那种工业 七清那种 当然是好很多 但对我冲击是一样的 我还是会担心我的生计 回到刚才我们访问了几位年轻人 会focus在这个部分 就是因为我们对于农村的想象太狭隘了 我们一直都觉得他们可能是 一个凋零的村落 或者是一个 没有办法依靠农业 或渔业而生存的一个聚落 但其实不然 其实如果他们能够 有一个很蓬勃的产业 他们其实不需要其他产业的进驻 不需要靠别的东西来帮我们发展 我们自己的产业够好的话 是都可以赚钱的 是 没错 我只是觉得这个有一点讽刺 就是说当政府不断在强调说 我们要让年轻人返乡 我们要做这个社区再造啊 农村再造啊 然后好像这样才能够让年轻人回来 其实已经有一群年轻人 他们是想要回来 而且是传承这个渔业农业的这个部分的时候 你又不让我回来 对 我们又还要再用城市人的东西 把他们赶出去 我确实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奇怪 很讽刺的点 对 然后再回到刚才阿庆的这个部分 那阿庆他抗争了两次 他抗争了七青 然后现在又要抗争光电 所以说政府其实应该要有一个 我们不是说绿能不好 我觉得大家都支持绿能是一个未来的方向 因为会减少污染 但是你政府真的需要一个更完整的配套 一开始就要跟这些人说清楚说 你的生计会不会受到保障 你可以怎么做 然后应该你可以去哪里 而不是都已经进去了一阵子 然后有了争议才突然说 那其实你可以怎么样 我们是保障你的生计的 那可是问题是 余明就想说你都已经进来了 那我怎么相信你 就是我觉得这个信任关系没有建立起来 我觉得对于绿能发展是一个很大的遗憾 我们不能一位一妹觉得绿能超棒 我们就做就对了 所有人都要力挺 对对对对 但是他其实是需要一个总体的规划的 显然政府在总体的规划上 并没有做得非常的完整 虽然这个政策一下来 但对于每个人来说 都是以我自己的考量为主 那地主当然是希望赚钱 那阿庆身为承租户 他当然是希望地主可以继续租地给我 然后我可以继续养鱼嘛 但刚才阿庆也有说啊 地主现在都已经不跟他打契约了 他现在感觉就是 有点像是我们房客 没有再跟房东签约 但相对的就也没有保障 因为他也有提到说 我的地主的地 如果重电的审核通过的话 那他的地可能随时都会被收走 因为地主就是要拿去 给光电业者重电嘛 对要你走就要走这样子 对然后他也有提到 他希望黄伟哲市长是可以 至少把台61线以西的这块地 保存下来 就是这边的余温不要拿去重电嘛 至少他有一个这样子的愿望 但他也很担心 你当初承诺暂缓 说不要开发 但你一连任以后 会不会就就是又 跳飘了 骗我对 就原本说好的又都没了 他是不是也都有一些这样子的疑虑啊 确实但我觉得我先提这个暂缓 那个部分 我觉得政府的暂缓的承诺 实在是太廉价了 就是因为我最近也有发生 这个苗栗的昆鱼垃圾野埋厂 开发案 他这个也是20年前 政府承诺所要暂缓 就是因为当地居民不愿意 垃圾野埋厂 盖在苗栗龙生村这个地方 因为这个垃圾野埋厂非常靠近当地的水源 那当地是以农为生 确实有这个疑虑 怕就是如果这个 污染 对 整个设备没有很完善的话 可能会污染当地的水源 那等于是当地的整个农业就泡汤了 对 所以说当时就在强烈抗争下 苗栗县政府就暂缓 可是这个案子 因为是暂缓而不是取消 所以说这个 就是一直都有模糊的空间 所以这个案子到了2020年的时候 又突然死灰复燃 大家记性都很好 应该错愕吧 明明20年前的事到现在都还记得 对 我们称大家叫那个僵尸野埋厂 就突然又复活了 所以说我意思是说 这个在旗鼓也是同样的 就是你暂缓 但是居民的心还是悬在那里 他不知道这个暂缓会到什么时候 特别是刚才讲的 就是选举过后 之前有选举的压力 可能会听从民意 但是如果选举过后 他如果没有连任的压力 那怎么办 听起来阿庆伯伯 年纪应该是蛮大的吧 70了 对啊 你看他就是这辈子靠养鱼为神 那你突然让他不能养鱼了 他还能做什么 我觉得没有打契约这个部分 确实会整个心会浮在那里 他们没有办法为自己争取什么吗 还是就是因为地就不是我的 我就只能受任于人 看要听地主的还是听光电业者的 我访问到的是他们确实有 说要签一些契约保障说你有优先权 但这些契约都还是没有让居民安心 可能契约上面的期限 光契约本身就是只有一年的期限 那可能业者在开发的时候就超过了这一年的时间 就已经过了他的期限 那你那个期限还成立吗 那他是不是又变成像是一类似一个口头的承诺 而且我觉得这个也蛮有趣的啦 就是说为什么现在抗争声音比较弱 至少我听到的是这样子 就是现在七国的抗争声音比较弱 是因为有些抗争的渔民都已经先被地主就先排除了 排除的意思是什么 就比如说地主就会觉得说 我就是要来发展渔电共生 那你为什么要抗疫 那你既然这样子 那我明年就不租给你了 那我租给别人 或者是我自己来做 或者是我就干脆不养了这样子 都会有这样的情形发生 已经有一波失业的了是不是 我不敢说失业啦 但确实是应该收入会减少 然后所以说现在渔民也都比较 不敢挑出来 比较双双这样子 比较不说 这样好委屈喔 另外一部分我好奇的也是 阿庆有特别提到台61线以西 他希望保留嘛 那台61线以西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 台61线以西的部分就是 是属于七股文革养殖的重症 就是他们这边都是养文革的比较多 应该七八成吧 刚好阿庆租的地也是在台61线以西的部分 是是是 所以说他们当然是想要确保说 自己的工作权 保存下来就是养文革这样子 刚刚其实阿庆前面有提到 这边的生态其实蛮好的 他说都会有一些黑面疲禄啊 可是是不是有了光电之后 可能这些生态就会被破坏掉呢 他还特别可爱 他还说什么 因为他养鱼嘛 然后让黑面疲禄有东西吃 他蛮有成就感的 那个地方是黑面疲禄过冬的地方 那因为黑面疲禄就是 濒临绝种的动物嘛 这也讲到渔民的不信任啦 就是说他们觉得现在这个生态很好啊 就是一个很完整的生态系 他们真的不知道说如果今天盖了太阳能板 是不是还能够维持这样的生态 那会不会影响到黑面疲禄 因为黑面疲禄一方面当然也是很很棒的自然景观 那一方面也是他们当地观光产业的一环 他们会质疑说那太阳能板盖起来之后 这真的还能够维持吗 还是说会不会有什么变化 这些都变成一个未知数 那可见政府当时都并没有做好一个好的说明 就算我们今天说真的没有影响 但是显然居民是不买单的 不相信的 为了发展光电破坏生态这件事情 是会发生的吗 比如说政府的政策规划考量 或是专家学者的观察 我觉得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 政府并没有一个整体的评估 说到底会不会影响到这一切 政府一直是处于一个被动的状态 就是业者去申请 然后他第一案来 我申请通过了 就OK好你来做吧 可是这个一个当然是没有问题 比如说我只有一个业者 我圈一块地然后来做 很好啊没有问题 可是如果今天是一个大量的 譬如说我有一百个业者 来做涌进同一个类似的 像旗鼓这样的地区 会对生态造成什么影响 我相信政府没有评估过 他没有想象到 大量入侵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 他的试验所可能就是一小块面积 毕竟我们这台湾是一个有台风的地方 可能这些他们会吹坏 然后会怎么样 尤其是渔民会担心说 农店共生的话 那太阳能板掉到地上捡起来就好了 可是如果今天太阳能板是 掉到余温里面 然后碎了 然后可能因为有水啊 什么跟泥土混合在一起 那之后这个地还可以用吗 他们也担心这些后续处理的问题 然后是不是太阳能板会造成 土壤污染的问题 这些都是居民有的疑虑 那我觉得政府在评估上 他不知道这样大量的太阳能板 可能造成景观上的冲击 是居民可能没有办法忍受的 他造成的景观可能是居民想说 我就是不想看到这么大片的太阳能板 出现在我家旁边 对然后那为什么 我也没有想要在我的地上发展这个太阳能板 那可是因为我就是住在旁边 但我还是受到冲击了 可见政府在一开始的时候 确实是没有做到这个相关的规划 比如说有一个总量管制说 这个地区就只能有多少太阳能板 或者是怎么样 这是一个整体国土规划的一个概念 但显然这个概念并没有应用在现行的 再生能源政策里面 就导致现在大家都觉得旗鼓圈地很方便 都涌进来 那一涌进来以后 政府好像也还慢半拍的样子吗 他并没有一个比较好的配套去处理 刚才讨论到的这些问题该怎么办 其实就是我可以讲一个我以前采访的经验 那时候去荷兰采访他们建设他们的自行车道 那时候就有到一个比较算是比较新建的城市 在可能在阿姆斯特丹旁边 然后他们就是自行车道很晚才开始建制 当他们终于把自行车道建制好的时候 居民都已经开车了 他们都不选择骑自行车 所以说政策先行就是这种沟通 或者是这种协调 一定要完善了才有可能让政策去推行 对 我觉得旗鼓的部分也是这样 就是你一开始就没有做好说明 你就是让他先进行了 然后进行到出了很多问题 比如说抗争 比如说文革的养殖 土地的景观 渔民的生计 最后才匆匆来说 这个没有问题啦 或者是我们会有什么样的措施 就是这样的慢慢拍 让渔民和居民都非常的没有办法接受 他们就也已经不相信政府会秉公处理了吗 对没有错 尤其是抗争的时候 其实我在翻以前一些新闻 还有论文的旧资料的时候 就发现其实他们有开公厅会 然后当官员要解释的时候 这些渔民就走了 根本就不想听 对根本我想要跟你沟通的想法都没有 因为我就觉得你讲的都是谎谎 讲到一个重点就是说 你再生能源政策有时候可能不是我们想象的技术上的问题 而是人的层面没有做好 不管他是公关也好 还是政策说明也好 当你这些东西没有在对的时间点去做的时候 其实就整个政策是会delay的 而且我们现在的光电发展 建制的速度也已经delay的蛮严重了 是没有错 因为我们本来预计就是当时民进党政府上台的时候的目标 就是希望能够在2025年达到再生能源发电占比的20% 但是去年应该是去年的报告吧 就显示再生能源发电量到了2025年只能达到15.27% 对 等于是5%就落后了 对 那这个很大的因素就是因为现在的沟通不良造成的落后吗 这是一个很大的主因 就是说不完全是技术上的问题 有时候能建制啊什么 但是因为你前期的政策沟通不够完整 导致后来的抗争 不管是风电光电都一样都有发生类似的问题 然后结果造成的就是你整个整体政策的大落后 我不知道你们最近有没有看那个什么 有一个韩剧 非常律师语音语 反正他们刚好在里面有一集就是讲到环境议题 就是说政府就想要在一个村 该条路叫幸福路 他就这样笔直的设计 这个路就是直接穿越一个村子 村民就出来抗议 然后我就觉得说这个就是旗鼓啊 对 就是 他们就觉得说这个已经符合全国的利益啊 然后我们就是也不需要跟村民沟通 村民就是应该要买单啊 类似像这样子 对 就是我明明也是为了国家好 你们干嘛不愿意配合 对对对对 我觉得这个其实跟各地的这个绿能的政策 都有点相像 我觉得跟地方的居民的沟通就是强烈的不足 那你说要怎么样来补救 我是觉得这是一个政府现在必须真的要思考的难题 这个政策还是要推行 那还是要跟居民来协调 那我应该要拿出什么样的诚意 像现在因为民团跟政府有达成协议做这个环设检合的机制 环设检合是什么 环设检合就是说 比如说我们先来就是居民跟政府来沟通 哪些适合哪些不适合 然后来规划出一个区域 就是一个总量控管的概念 一个区域里面不能所有东西都申请来 都拿去盖雨电共生 政府都买单都OK 就是说哪些是可以哪些不可以 这其实就是政府前期应该要做的事情 但是我们现在终极了来做这样子 我相信居民也都希望国家好 所以说他们也愿意来沟通 只是你不能就是有点强迫式的 像一开始那样的做法 就是都让业者先来申请 然后等到抗议了 好像会怕 那我们先暂缓这样子 对对对 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不好的开始 但是现在就是考验政府的智慧 就是说能不能在中途的时候再挽回 七谷的在地人到底是怎么希望与绿能一起共生呢 我想就是有限度的共生吧 我相信他们想要的是一个比较全面性的规划 比如说 A地可能要盖这个地人共生 或者是雨电共生 那周围的地其实都应该要去协调 那个之前也有去问学者 其实在英国或日本 他们都会有这样子一个协调的机制 就所有利害关系的人都会顾及到 而不是说只有单一的地主跟业者 还有政府 这三个 他们讲好就好了 对对对 而是说你要去问他旁边 那他要盖这个他旁边OK吗 还是说他需要什么样的 不管是补偿 还是说他觉得应该要怎么样修改 他比较能够接受 对他比较不会有影响的 对 然后学者也提到说 就是在英国他们是真的以地方的景观为主 就是说他们是以地方的特色 比如说这个乡村就是以观光 以他的山景漂亮而著称 那你就不能 你的这个绿能的发展 就不能够去印象到他当地的这个特色 就不能把山都挖光了 然后跟我说我以山景著称这样子 对 我觉得就是一个环境优先的思维想法 而不是绿能优先 现在我觉得台湾的状态就是绿能优先 我们就是要冲绿能 绿能最棒绿能好棒棒绿能 绿能最大了 对对对 除了绿能你们其他先不要跟我谈这样子 先退到后面去 对那当你有了绿能第一的思维的时候 说实在的那确实就是会产生不同 非常多抗议的声音 那你要去压 我觉得最后就是得不偿失 最后就是你的政策 就是你的20%只能达到15% 我觉得刚才听下来啊 主要是其实像英国或是国外 他们主要都是政府会去主导这件事情 那我觉得我们就是因为政府没有做全盘的规划嘛 或者是环平之类的 所以现在等到有这么多问题才去解决 你不觉得更耗时间吗 一个擦屁股的概念 对啊 而且你看台湾的土地就这么大 对啊 然后人口又密集 可是我们如果把很多土地都拿去盖光电啊 或是做一些特定利用的话 代表他可能以后就不能够生产粮食了 或是你可能到最后 光电板拆除了以后 你可能也没有办法真的恢复到你本来的山的面貌啊 或是田野啊 或是余温的面貌 土地就这么大 那我们能够留给未来的人做一个什么样的利用呢 还是他们就只能承接好我之后就是这块地都是光电板 那我就不能做别的用途了 对 这好像也都是要在更全面的思考的 对 我好希望我以后的后代啊 他们讲到七谷 我希望他们是可以记得 譬如说七谷还有盐田 然后还有一些文革 还有一些余温 然后譬如说想要去看看大自然的时候 是会想到七谷 而不是只想到说 那边都是一片一片的光电板 那没有什么值得去参观的地方 我不希望以后那边的环境生态变成这样 对啊 我们如果到时候去七谷玩 都只能看光电板 可能就会直接绕过了吧 应该就不会去了吧 对啊 那今天很谢谢西文跟我们分享 他在七谷的所见所闻 对 今天谢谢西文 谢谢 拜拜 拜拜 更多精彩的报道 请搜寻vip.udn.com 联合报数位版 邀请您订阅支持 中文字幕什么 感谢观看